第22題 成我們題組所給的ST圖 他問我們從小滑從家門口出發開始計時 從小滑到學校門口為止 在這段運動過程中小滑騎車的平均速度 為每小時多少公里 那我們可以曉得呢 我們的平均速度的算法是ΔTΔS 花多少時間有多少位移 小滑在出發0秒的時候是在距離3公里的地方 在20分鐘的時候距離是6公里的地方 這樣做基本上是對的 但是有個小問題就是 這邊所要求的條件要給的是每小時多少公里 可是20是分鐘 那不行我們要把它換成小時 那麼20分鐘呢就是三分之一個小時 所以這裡是三分之一 所以呢上面是3底下是三分之一 數學上算出來的答案是9 也就是說小滑的平均速度呢 應該是每小時9公里 所以我們第22題的答案呢選A9 然後小滑的騎車的平均速度 是每小時9公里 於是你